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低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欢迎回到最后一节的月圆晚间新闻 接着为大家谈谈今天一则趣闻 在中国的四川和云南 分别有一只严重脱水的野生大红猫 和一只迷路失群的野生象仔 分别被有心人、临业人员以及公安解救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 22日上午在四川的亚伯州重潘园 有村民走到山头 发现一只红猫缓慢地在山头走 走着又停着还不断喘气 那位村民于是就立即向重潘林业局报告 林业公安和大红猫保护处人员 接着就将这只野生大红猫救了下山 傍晚的时候 厄龙保护区大红猫研究中心的专业人员 港渡重潘园 为这只大红猫进行初步的诊断 这只身长约1.4米的大红猫 体重只有大约60公斤 而且严重脱水 应该很长时间没有进食过 而且表现得胆小紧张 目前这只大红猫 已经被送到中国保护大红猫研究中心进行救治 23日云南西湘板纳 周景雄市浦文镇的两位残龙 发现了一只在赛地里活动的野生象仔 这只象仔由于找不到象群 又十分饥饿 因而显得非常虚弱 林业站对象仔进行了救治 文讯从景雄市赶来的兽医和大众专家 随后对野生象仔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和全身检查 当日下午 这只野生象仔又被安全地护送到 亚洲象繁荣基地接受更好的医疗救助 现在一起看看现时身外的天气情况 现时身外气温大约为10度 多云吹每小时5公里的北方 今晚最低气温将会降至4度 接着看看未来五日的天气预测 今天的月宿晚间新闻报道完毕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